谈到了这个 反正赖清德在昨天 已经摆明了要全面开战了 提示线 以及这个战停止处分的部分 那么在这个 他有特别提到 其中让他提出示线的原由之一 就是跟台积电有关 他说立院通过的法律 赋予立委新的调查权 如果这个法律实施之下 企业的商业机密将会不保 对于外资投资意愿 以及未来台湾在国际的竞争力 产生重大影响 那当然这个傅宽奇 就直接说没有人会调查台积电 不过因为 这个是民党立委吴佩毅指控 国民党立委洪孟凯 在立法院要求国科会 提供台积电的秘密资料 而遭到国科会拒绝 所以他说这是国会 国会过权侵犯到人民的人权 那洪孟凯都说这都不是事实 他没有要过任何机密资料 他说因为在0403花莲大地震之后 国际社会在关心的是台湾高科技产业 有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在4月11号 他当时在立法院呢 有排定了一场专报 那向列席的国科会副主委 来关心这个全台的科学园区的受灾 复原的情形 他说其实在过去不管是九日大地震 台南大地震都有相关的统计 相关资料在立法院的意识公报的资讯网上网 你可以查到影片啦逐字稿 他说可以公开就不是机密 何来机密之友 所以洪孟凯呢要提告吴佩义 可是斯刚你也可以看出来 其中总统曼清德就直接这样啊 就直接给你这样洗 然后把台积电拉出来当挡箭牌 然后吴佩义也说洪孟凯要求国科会提供台积电秘密资料 这部分他说就是这样子 国会扩权啊清犯人权 这就是一条龙的抹黑产业链啊 就抹黑产业链 因为整个产业链大家讲到 从开始的时候五月份有没有 说要硬起来 希望这个民进党在立法院呢 就算表决输 但我论述要赢 就开始采取比较焦土策略 在国会里面就硬杠到底 然后呢在场外呢 就把群众运动来压制国会 那基本上就是利用民粹力量来压制理性讨论的力量嘛 让你讨论的力量理性力量出不来 然后就用这个抗众卖台啦 说你跟习近平串通啦 习近平指示啦 说这个国会这些法案呢 会把相关的资料放到习近平的书桌上 这非常利虎的这种指控 就开始在场外流传 在网路上流传 所以很多的国民党的 这个国会议员 立委们都收到很 每天这样的讯息 谩骂的有 指控的有 然后呢就说你们是这个 帮中共的当第五众队 后来沈伯仰就开始出现了 就说这些人可能是第五众队啊 透过国会的调查权 把一些资料 把一些机密的东西呢 给中国大陆 然后做理议外合 所以这再来第三条展业列 昨天赖清德讲说 很多企业界的朋友 胆着要担心啊等等 无佩议就发动攻击啦 这完全这三段 三阶段的就是完全是 已经谈好的就是抹黑一条龙嘛 那你说国科会相关的资料 难道立委没有 当然有权利是做监督嘛 而且监督也不是说监督台积电啊 洪梦凯这些资讯里面 没有一个一则是关于台积电的嘛 而且台积电是一家堂堂正正 政大光明世界非常认可的公司 没有人会去找台积电麻烦 你只有民进党政府 不断的利用台积电 去讨好美国 去讨好日本 去做你自己的这种产业外交 台积电现在就苦得不得了 你看他被迫去美国设厂 但他现在整个设厂的效能 远比日本厂来的低 那台积电的苦谁能帮他讲呢 不能啊 因为他被民进党的操控在手上 变成一个国际震惊的一个工具 变成台积电一张这张牌 所以我觉得吴沛毅这样子去弄童谣 我就是怎么讲 贬低自己立委的能量 你这个立委 我觉得这件事情 两个差异的地方 我给你更多的权力去监督政府 你也很难讲以后政府会是谁当家 都有可能啊 蓝绿白都有可能 更快赖金泽这一次是因为 在野分裂而侥幸获胜 反过来讲如果今天是 在野今天执政 如果立委在立法院提出来的话 搞不好很多人也支持啊 那所以你这个立委 给你更多的权力去监督政府 我不懂为什么民进党立委这么怕呢 那么怕说我有给我这么多权力 这样有机会的把政府的监督更到位 把一些机密把它挖出来 那个贪账王法的事情全部挖出来 为什么我害怕 我不懂这是我非常不懂的地方 第二个你说这个立法院 自己内部的职权行使 那为什么行政会觉得至爱难刑 干他什么事呢 干他什么事 所以我觉得这两点 你就看到民进党的立委 非常的心虚 你看这两天又把 那个超司去年的事情 又爆出来了 对 又进去 而且看起来就更进一步 有更清楚的轮廓 就超司这家公司 就是为了做这个专案进口鸡蛋 而成立的一家人头公司 资本的只有50万 他去做了两三亿的生意 那这个事情难道不应该查吗 超司的老板 秦小姐到底在哪里 从去年到现在就是一个谜 那续产会中间扮演什么角色 到现在为止还是说不清楚 所以你看一连串的事情告诉我们 其实国会的调查权 对于人事的这些听证权 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未来马上NCC中天受NCC是苦 苦到现在难道不能够对这些NCC的委员 去做很多的这种合适的审查吗 把你过去的相关的学经历 相关的能力 是否合适做NCC的委员 这本来就是应该天经地义的事 刚好大家记得在过去 2008年那时候有个金融海啸时代 那时候美国政府拿了很多钱 去补贴美国的汽车业 这些汽车业的老板 是要到国会里面听证的 就说你这个钱政府拿你的钱 你拿去做什么了 后来不查出拿了政府补助之后 去买四人飞机 然后去做一些挥霍豪奢的事情 并没有把钱的用在刀口上 那难道政府的工厂 不应该去做监督吗 那美国的政府 美国的国会有这样的能力 为什么立法院害怕 我们的民进党立法院害怕 有这样的能力呢 我实在不懂 那再近一点 脸书的老板 也被挖抓去啊 然后这个马斯克也被抓去 问你说相关的这种 防这个机制 对于个人的隐私权 个人的资料保护够不够 国会听证的时候也请他们去啊 他们也就乖乖的讲啊 这是TikTok 美国国会要求他 把TikTok给他卖掉 卖掉 然后他跟母公司切割 否则的话要再封锁 你在美国的上市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 美国国会做的事情 为什么今天到了台湾之后 然后他就弄出一个 很恐怖的阴影说 每个人的这个帐会被查 事实上很多的 老板 郑老七也问我说 我们的帐会会被查 我真的是谜囊谎言 第一个除非 第一个你要跟政府 有相关的合约啦 重点是 你是有可能犯法 贪赃亡法 或是里面乱七八糟事情 才有可能嘛 而且要经过 全院委员会的同意 才会成立这样的调业委员会嘛 那我们议会这阵子刚结束 北市科 还有这个金华城 还有这个台志光 那得标的厂商都来说明啦 台志光昨天也来调查小组说明啦 然后这个相关的 北市科的星光人寿也来说明啦 那本来你拿了政府的标案 就应该说明你这进行到什么程度 你这如何执行的 因为我们看守的是人民的公堂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很难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也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 补充益生菌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 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族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氧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经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对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